以后再也不敢嘲笑印度阿三了 我以为人大代表发生了 等到的结果应该是男的坐牢 这个孩子说是由政府处置 结果现在却是政府出面 又给强奸犯补贴 又是给强奸犯老光棍盖房子 这难道不是在变相鼓励这种 抓人 抓女 抓性奴 非法拘禁 非法扣押 强奸 虐待的这种暴行吗 是不是以后他们男的 都可以随便上街抓一个女的 霸掉牙齿 脖子上双栈链子 关在狗窝里 一窝一窝的下崽子 就可以了 另玩再把疯女人 扔去精神病院 这样既解决了人口问题 又保证了底层社会的稳定 原来闹这么大 也只是这样的处理结果 真好 女性算什么人呢 还有脸嘲笑人家印度阿酸呢 看看世界国家的性别比清醒一下吧 看看印度和中国杀掉的女婴 树木总额清醒一下吧 印度杀掉的大约是4000万 而中国杀掉了7000万的女婴 朝人家印度阿酸呢 阿酸都得笑死 中国女人连动物都不容 大马路上捡个动物当宠物 他也能吃饱穿暖 而被抓去的性奴啊 连动物都不如呢 只有东西才会用捡这个字 很多这种强奸犯就说 我是把他 把这个老婆从大马路上捡来的 听一下啊 真的太难过了 中国真的是烂透了 这个国家烂透了 这个国家没有把女人当人看呢